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理解 我一直以来这么盲目相信的一位老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歌手吴清风遭席任施林伟哲 控告侵占著作权于近日开庭审礼 对此亲自出庭的清风这样表示 其实从 107年的12月31号发共同声明开始 我就一直记得林先生告诉我 我们要好聚好散 然后告诉我们要妥善处理 然后他甚至说 他希望我们可以树立典范 告诉大家 不是所有艺人跟经纪公司结束 都非得要撕破脸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理解 我一直以来这么盲目相信的一位老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一个我曾经视为父亲的人 如果是因为不甘心 其实也没有必要完全不沟通 完全不联络 直接用稿的 那一个被授权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 授权人对待一个创作者 他自己曾经也是创作者 我觉得他应该很能体会创作者的心情才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样子是真的 我自己心中是有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无奈疑惑 还有遗憾 那更遗憾的是因为这件事情 真的说实在包括你们在内都浪费了好多好多人的生命 我觉得这些时间如果一个创作者可以好好去写作该有多好 那其实这些事情我都还能面对 但是唯一想起来真的会难过 有时候会有点扛不住的是 是想到妈妈现在还得要担心这件事情 这是我最难过的 所以还是再次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会加油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于大梗叶说明情况 秦峰再次谢谢大众的关心 就希望事情能够尽快落幕 完全乐综合发导